他就是央视春晚吉祥物 水墨风格鲜艳色彩 他的创作者是北京奥运吉祥物 福娃的设计师韩美玲 春晚吉祥物取名康康 寓意健康安泰 安乐吉祥 发布三个小时 微博阅读量就有800多万 讨论5.3万条 登上微博排行榜第一名 但网友的批评排山倒海 这个3D版出来以后 很多网友就说 哎呀 丑哭了呀 都不想属猴了 有网友说 本来以为福娃已经够丑了 没想到又来一只更丑的 引起最多批评的是3D版 有网友说 麦蒙的拳头怎么变成两个肉流 3D的那个难道不是猴爪子 而是耳锤吗 这是哪个头上长刀的奥特曼 阴阳脸 阴阳腿 阴阳爪 韩美林就出来 说这个小猴子 一般他吃东西吃的比较多的时候 塞帮子就是鼓鼓的 所以这两个球 他其实是为了体现这种效果的 80岁高龄的大陆国宝级大师 尝试了几十种造型 好不容易确定了吉祥物的最终版本 没想到引来一片腹槽 还被网友改版成各种不同的造型 不过吉祥物就是要带来欢乐 至少这个目标已经达到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